大家好,我是刘一生 冬天到了,天气寒冷 正是很多隐藏的危机高发的时刻 比如说冬天是心脑效果疾病高发的时刻 但是生活中也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暗藏着危机 今天就来给大家聊一聊 首先是天冷不爱动 血循环更容易受毒天气寒冷的时候 有些人就懒得出门 长时间在家中坐着,看电视,打麻将等 而久坐外动是导致下肢血液回流受毒血淤滋的重要原因 加上老年人脊胀力降低和血管的退行性改变 血循环变缓等原因 更容易诱发下肢静脉血栓,肺栓栓等 不运动不行,但太爱运动也不行 因为低温时外肘血管收缩 胶感神经兴奋会让人血压上升 心跳加快,加重心脏负荷 亦引发脑突中和急性心梗 而早上五六点,天都还灰蒙蒙的 更容易出现摔跤等意外 再加上中老年人多骨质疏松 即使是轻轻摔一下,也可能出现骨质 其次就是泡热水澡 天气冷的时候,洗个热水澡既能暖身又能放松身体 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但冬季洗澡,尤其是泡澡,更容易出现意外 因为泡澡水温较高,时间又特别长 很容易导致全身表皮血管扩张 血液大量流入外周血管 从而导致心脑效果的流量减少 对一些有动脑硬化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 更容易发生缺血缺氧,诱发意外 并且卫生间是最容易滑倒的地方 很多老年人在脉部出狱培药 或者是走出狱间的一瞬间 因摔倒而骨折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习惯用被子蒙着头睡觉 这样会导致人体五出的二氧化碳难以散出 气体交换不充分 第二天醒来以后会出现眼皮浮肿 浑浑沉沉 疲惫无力等情况 对于那些有志气管炎、鼻炎的人来说 蒙头睡会使细菌、灰尘等滞留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 并吸入到我们人体 诱发或加重炎症 而对于那些有心脏病、高血压病的人来说 蒙头睡会加重心脏负担 加重病情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尤其是在冬天更容易保证良好的身体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我是刘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